M1 随着科技的发展,各种各性的出行工具丰富着人们的出行方式。 今天我们来测评一款颜值与性能都兼备的三轮电动滑板车,水星动力M1。 M1 来自韩国的设计团队,其独特帅气的造型在韩国众筹上线第一天就破一亿韩元的金额,此外,在京东众筹也超过300万人民币的成绩。 在结构方面,M1 最大的特点是它的反三轮式底盘设计,不需要刻意保持平衡,任何人都能轻松上手。 超大号的橡胶防滑踏板,七星者有足够的站立空间。 M1 整车重25公斤,应对这么大的体积,M1可以做到离间折叠,只需拉动卡扣轻轻易提,体积马上缩小了三分之二,可以轻松推行、拖行、进出地铁,甚至放置在角落和车尾下面毫不占地方。 在性能方面,M1 配备两个十寸冲气前轮,双插臂悬挂系统,八寸500瓦后驱电机结合防锤式后避震系统,在检测性能上拥有汽车一般的舒适体验。 无论在各种减速带,坑挖路,路基也能轻松应对。 M1 配有三个速度档位,强悍的电机可提供最高25公里的时速,以及15度的爬坡。 在实用性方面,M1 的超宽底盘,一个人骑形绰绰有余,还可以专点货物。 车杆支持三胆调节高度,适应不同身高的人骑形。 此外,车杆还配备挂工和挂放物品,平时外出旅游可以挂个零食手提包什么的,相当实用。 M1 采用模块化电池组,底盘两边各有一组电池,支持快速拆卸。 两组电池最高可提供40公里的续航,尾部还支持增加多一块电池组,三块电池可提供最高60公里的时速,比一般电动摩托车还能跑的节奏啊。 此外,M1还配备液晶显示屏,可以显示电池参数、速度与续航参数等,车头的照明灯与车尾灯,可以保证液间安全骑行。 在骑行体验上,一点小不足的D翻式底盘偏低,起伏较大的路面容易刮碰底盘。 独特的反三轮结构结合完美的悬挂解震系统,在直线骑行时非常舒适,不过在转弯时会有点小不稳定,急转弯时容易单轮翘起。 当然,这个对于很多玩家来说也是一个别具娱乐性的特点,可以让你发挥出一些炫酷的骑行方式。 总的来说,在外观与结构甚至骑行感上都能做到与众不同,骑性能以及实用性都可以满足短图,小残途骑行的需求,骑出去又能给你带来眼球与回头力,这就是水星M1能带给你的哦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